我们的三十盘还是冒了一天一夜的 就这么一小段 我们刚刚就看到一个树雄被撞死在路边 那个树雄吗那个是 对 干嘛要讲这样扫兴的话 真的是 他在里面睡着了 这一次来到悉尼 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Sean 据说他是豪车集团的负责人之一 今天我们决定去他那里看看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车 能开出去溜达一圈 来乔总 请下车 不要在这里叫我乔总 你看看这个停车舱 我们的highless开起来格格不入 老王像是来修水管的 你一看我这么多装备 就知道我是渠王 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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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很帅 不要这样 我天天都是这样 天天都很帅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换颜色 要不你定制一个 你定制一个 我定制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吗 可以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像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看有四个品牌一起在销售 所以就在澳洲的这个经销的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经销是什么 就是 就是 卖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话就都是4S店 就我们很少会看到不同品牌在一起售卖嘛 但是这边的话就是到底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是直接在就这边跟英国那边是直接来往 所以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呢是来我们这是来定制的 很经常的客人就是从这边走到那边 本来想来买买买凯伦 看着看着看着 哦 那我再买个这个吧 就是 因为没有冲突 那像这边的话比如说像售后那些是不是还是有你们这里负责 还是有 是是是 那这边是我们的pre-owned showroom 就是这些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车 这边澳洲的人他换车很快 他可能半年之类的就换了 所以他换了的车他就直接就卖给我 I feel like home This is my style 也说是应该是 手动挡的红牛特别板 Vantage A-san 我们来试一下他的这个声音道 Engine Start 哇 离合踏板 好不现实啊 在一台马町里面有离合踏板 但现在他挂的是 档 我们先回来 是一个6MT啊 我们来找一下听一下 听说这个声音是特别迷人的 我们试一下这个变香的手感啊 就是那种又挤 但是它又清晰 清晰的来 还有一种这种如丝般顺滑的感觉 就是不是说欧洲车的这个手动挡不好啊 就是讲真我觉得英国车和意大利车的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德国车的那个手动挡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真爱 但这个是真的好 你可以想象的一切手动挡该有的元素在这个马町上面都有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那个 音量是怎么样 这个这个车 我们来听一下声浪啊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 这台车适合我 这台车适合我 好 好 就是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台车什么价格 是19万 19万乘以4.7 100万不到 Boxster GT 不还不到 就Boxster S 差不多在中国的价格 要知道我们那边手动挡 你买的什么 十几年的911这个价格 怎么办 我觉得啊 就我奉劝各位在澳洲玩车的朋友呢 就是买那种中国买不到的车 或者是差价特别大的 我觉得会更好 反正 这是我的那种 特别特别的 这个引擎盖很大 所以它关起来很难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电器引擎盖 比如说你回家 你在整车整完以后 你不能啵的一声 关上去 你会把家人吵醒 晚上走 然后这一台车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台是非常非常稀有的车 这全球只有21台 是DB4 Continuation GT 1959年的 这个车 而且它的车的这个 车是1959年的车 也就是说它的VN number 是1959年的时候的VN 本身这台车是一个Trak car 那在1959年的时候 这个车呢 是没有镜子的 那客户呢 就说你得给我做一个镜子 我也拿后视镜 所以这两个镜子呢 是全世界的V52 是只有这台才有 对 另外20两没有 看一下 就是这个车的话呢 是不是很久没看过这个 那这个玻璃呢 因为这辆是Trak car 这是塑料的 就是以前 以前那个车就已经是这样 然后是4档的Manual 可以来试一下这个 你点一下这个 好 它的 是不是很结实 是很结实 有两个Fuel Tank 然后直接再按回去就行了 是吧 这个客户有没有资格买 都要由英国那边来决定 决定 他觉得有了以后 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需要去 去拿很多Deposit 然后在车倒了的时候 马上就要付款 付清 应该 所以这一台车的售价是多少 这是280万欧比 这台车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Trak car 这个车主买的 其实说真的 它是买到它的客厅来做掌持的 所以它不准备上路 所以它不需要交很多的税 跑车税也不用交 过户税也不用交 然后那个GST也不用交 所以它就等于说是280万买回家 所以这台车不是办法上来的 明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但是那个在澳洲买这种豪车的年龄层大概是怎么样 小到还没有成年就已经买了 这是家长给他买的成年礼物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都是家长 因为这边有的年轻人也是也有很成功的 就连驾驾都没有 就还没有到能开车的年龄 他就把一个车送给自己 然后自己开不了就放的 对因为这些都是很高定的东西 就都是定制的东西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收藏 所以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像华人买就豪车的年纪 是不是相对来说会年轻一点 华人的话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我觉得留学生的话相对会年轻一点 很多人来到这边会觉得说 哇这车好便宜 我听说就这边很多人就是买车 都是会首选贷款 那比如说买这个级别 这些就这几个品牌的人会贷款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三少贷款 对 其实一般买这个是真的不差那个钱 关键就是是有几个million 是少一些的吧 乔总看完DV4以后 觉得还是有些太高调 问我能不能看一些更接地气的车 你觉得我最喜欢这个 最喜欢这个是吧 可以可以上去吗 当然可以 可以是吧 来 从上去 这里面的脚件都是lams 就是一样 你可以脱了些 不用不用 他会感受一下还是比较柔软 因为我之前试过是不一样 他们可能比较介意我脱 不不不 就是因为你上去那个脚感真的很不一样 你可以试试 真的吗 是真的真的真的 比你喜欢整个体验 你现在怎么去体验 你粉红色蜡子了 没有看到我的鞋子 人家有个骚扑心吗 你这应该是第一个人在我们这边脱鞋汉车 我也有脱鞋汉车 他说的对 就是脱完鞋之后把脚放在这上面 有一种脚轻飘飘的感觉 然后我看这台车的售价是45万 差一点45万 如果现在新的Phantom的话在这边售价就多少 质量是我们的新Phantom 137万 这辆车的话有星空顶 所以 星空顶我还没见过星空顶 你还没见过 那你 你知道吗 这是在网上看的时候吧 你总会有种心想要去酸人家说星空顶的那豪土不就是几颗灯 当你坐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氛围感真的是很低的 而且觉得 这片小垫地就是你的 而且哦 它里面有很多这种 这种叫什么面 漆面 但是 它就一直在反射着这个星空的灯光 然后你坐在这里面 然后 真的好像在看年初一样 不是 你知道我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感觉吗 其实我在这里的话 我有点像 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就是录音棚 就是录音棚 然后你就会感觉 这三面就像录音棚 我开了个门在跟你说话一样 你就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声音反射的 在其他车里面反正你是不会有这种感觉 上你的耳朵就 没那么敏感 人生一定要为了劳斯莱斯而奋斗好吗 我们朋友们 法拉利呢 你有劳斯莱斯的时候你还愁没有法拉利吗 而且你感觉到没有 就是它所有的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smooth 包括它刚才那一个屏幕弹出来的时候是 完全的顺滑就是所有细节都是要优雅的 关门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这一个内饰其实这一个叫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Gallery Gallery Gallery里面这个是就是真思的一个背景 但是劳斯莱斯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你做 这只是就是说他给你的几个选项 因为我看中东版那些他们那边选的很 而且有的客人在Gallery里面他可以 因为里面是真空的 所以可以放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手表主宝放进去都可以明白 是不是听说这个女神箱是可以任意材质定制的 但比如说我家有块黄梨花木 然后我能不能定制一个这个方法 可以肯定可以 嗯 没问题的 你家里有黄梨花梨吗 没有 这个是matching color 啊这个 这个是传说中那个10万块那把伞 没有 没有吗 我们的伞只要1500块 要试试它的质量 这个今天我们开始就会放下一个月公司的伞拿走 我拿一个月公司买一把伞我干嘛 而且我拿出来又没有人 大家都会觉得我买了把假的 你拿一个麦凯伦的那个衣服吧 大家不会觉得你是麦凯伦的车主 但是你拿那个老师来师的雨伞 你肯定就是 不行老师来师的雨伞我拿 这样的你就是车主了 然后我给你打 然后之后我说 你花一个一个工资 所以工资花谁这样子 花你的工资 然后伞放在我这就对了 这种感觉 好回去马上 走走走 我发入GT的车还可以吧 待会你拍可以 你敢开吗 可以开啊 可以开啊 我帮你都准备好了 你看 这个是百年版的Continental 他们这边的官方称号叫Golden Bee 就是大家自己想中文叫什么 金碧绘画 金碧绘画 对金碧绘画 金碧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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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灯的造型真的很像一个香水瓶 所谓的奢侈品就是 它只要把那个品牌名字Bentley亮出来 它就已经代表了something British Racing Green 哦 这是Racing 这是有Q 但是这是British Racing Green 4 Four 就它有几款绿色色 对对对对 有很多的sample都没有拿出来 这个颜色选一个这个颜色的GTA 就真漂亮 那我们还是用钥匙来骑动一下 钥匙也是踩着刹车 对对对 这台车现在只要40万都不到 40万 原价是72万 所以小杨是喜欢新华还是老款的这个GTA 这个是新华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高下质本 它的老款虽然说比较装一点 我也没有觉得它过时 所以你觉得可能这个是像一个男人大概40多岁的状态 那个是像30多岁的状态 这个应该就是老一点然后稳重一点肌肉大一点 对好的设计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你是喜欢那种30多40岁的男人 你对那种二十几岁的没什么感觉 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有20多岁开麦凯伦啊 好吧 我觉得今天的豪车看得是够了 但是我决定厚颜无耻地问一下 能不能给我们开走一台 来到台里搬哪一家 搬到一盘的Mira 这样一踩我一踩我一踩 待会这样把既然你那么喜欢 把那种再吃一趟幸福 给你挂一个零食牌 你给你去试吧 太好了就去吧 对啊 适合小乔啊 新车 红色330秒边 新车不好了吧 没事吧 什么车呢 那就 恭敬不如丑边 对啊 哈哈哈 他怎么不做那个主价呢 难得我今天有机会让你做主价 我觉得 既然他是在澳洲 然后他开的又是又坐的车 我还是坐在我的副驾上好好享受这趟女车 要不然我就紧张的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我们来问一下大宇宙在后排的感受怎么样 我是不会让成年人坐这台车的后排 我们已经成功验证了 就是越贵的车后排越不适合做人 因为他完全是没有这个需求的 那么谁坐在宾利的成年坐后排啊 只有摄像才会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来吧我们出发吧 反正就这个 你让我试一下换档吗 我就换到皮 等一下 你踩着 嗯 怎么感觉你这个 阻尼非常的细腻 你就觉得贵什么都好 现在贵当然什么都好 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有这种那么贵的车 你就可以坦然的 那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坦然 我现在也不坦然 他车头好难看位 小心那边 我这边还有比较多空位 我这边是够的 但是这个讲真的 这个GT是真的不算是好看位 因为我们的坐姿是比较低啊 它的基盖非常的平直 是相对比较难受的 我自己认为 但人家GT不都当买菜车开吗 是啊 因为人家不怕啊 人家痛了就痛了呀 我呢 不要有这种穷鬼心灵 可是你要不帮我试一下 调那个那些按钮 就是让这个车变得更加的舒适一点 或者怎么样 嗯嗯 现在我们调到舒适模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T怎么样 你觉得呢这种速度感呢 其实刚才踩了大概一半左右 那个油门 刚才大概十速是多少 六七十左右 嗯 其实我觉得它没有给我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但是声音会比较好听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它本来就不应该有种太过于暴力的感觉 你知道这还是有多少马力吗 四百 要不要查一下现在 六百三十五匹 对啊 所以你觉得马力不大吗 刚才 就你就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感觉是吧 对 肯定是特意调校的 我们现在换了spot了 我们可以稍微的感受 那现在整个感觉啊 就是六百多匹 模拟出来的 还是那一种就是很大排量NA的感觉 而且真的不会特别爆 就算在spot这里 我觉得它也没有那种 砰一下把那个马力都爆出来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以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会可能期待更高 我觉得是ok的状态 因为我不觉得我买这样的一台车 我会想要去飙 所以你觉得这就是你想象中完美的日常代步车 对啊 而且过盘的时候 就算调了spot 真的好舒服哦 小杨你觉得这个乘坐感受怎么样呢 其实这台车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完全完全舒服的 其实还是会有路感的 我自己觉得它在GT里面 算是比较有驾驭感的那种感觉的 对而且其实整个车我自己认为啊 你看这个排气声音也还是比较运动的那种状态 它是一直能听到呜 只要你给它就有呜的那种感觉 你喜欢GT吗 就是欧陆GT吗 欧陆GT吗 这一台我说这一台 有什么 没有我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人 要想象就是一台GT的GT This is the GT This is the Grand Tourer This is Grand Tourismo 就我觉得你从它名字里面已经可以明白 如果你期待的是一台GT的话 那么我觉得宾利欧陆GT就是 你想要的那台GT 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等同于GT这个字 所以你是特别喜欢这台车的这个感觉吗 特别喜欢 就是一个梦想的 别人梦想是芭比娃娃屋 梦想是一台冰列欧陆GT 给人的感觉 特别喜欢 给人的感觉 去看 by Kız SMK Puerto宅 få los 你如果 人 都是